今天MAMI TV帶大家來到這裏 這裏是香港五星級酒店全新裝修的中菜廳 為何我這麼特別要來這裏介紹給大家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進來這裏應該會見到一個中式庭園的設計 我們抬頭一看有很多很漂亮的燈 這些都是牽牛花形狀的LED燈 據我所知這裏是用了6638朵的花來製造 我真的覺得很漂亮 我們看到有些很漂亮的花 這些是茶花 它的設計大家應該都聽過 就是景泰南 看到大家會很舒服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看上去也不會太沉悶 來到這裏這麼漂亮的中菜餐廳 大家應該猜到我會介紹食物 不過介紹食物之前最重要是什麼 當然是誰煮出來 當然是我們的大廚 所以我們今天的嘉賓真的很厲害 他就是香港五星級酒店最年輕的中菜行政總廚 Jason 你好 你好 謝謝 很開心可以和你做訪問 你今年幾歲 33歲 比我年輕 我平伏了心情 為什麼你這麼年輕已經開廚師 究竟你是小時候已經鑽研了廚藝很久 其實我家裡除了爸爸在做大廚師之外 我舅父其實也是一個… 當年90年代其實是容忌的大廚 所以從小到大就以耳目染地喜歡做廚師 喜歡到的程度是別人的男生玩車 我小時候玩廚飯仔 你爸爸當時沒有很擔心 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很小時候已經決定了 我要向廚師的方向發展 那時候有多小 我想三、四歲左右 真的很小 三、四歲應該沒有一個叫做我的志願的題目 當時應該是 我想是他自己因為真的被家人的影響很深 那你自己讀書的時候 會不會… 當時爸爸也說 你不要想要煮東西吃著 讀好書到時候做什麼都行 會不會是這樣的 反而我家裡… 我爸爸反而教我做事 就有另一個哲學 就是他每個星期 就會給我足夠的零用錢 去坐車和吃飯 其他你想賣東西 就麻煩你自己去店裡 付出多一點來幫忙 那你又有多餘的錢賺回 就是小時候已經要去幫忙 就是他覺得你應該去承擔一下責任 除了幫忙在家裡之外 其實說小時候已經半輸了 其實你要付出才會有收穫 我也知道其實你是一個例子故事 因為Jason在會考的時候 好像只有… 七分 七分 那當時是怎樣覺得 會是晴天霹靂 啊…只有七分 首先就怕被家人說 第二就是 還是一個感覺 哎… 那我跌了心水 我不要再想… 就是學術方面 不如我發展自己的專長吧 其實… 其實我… 如果說到回考來說 我應該… 我覺得我應該是一套喜劇來的 哈哈 因為當日派回考證書的時候 我已經在廚藝學院回到學 對… 所以當時就打電話給我 你去了哪裡啊 你還回來拿份成績表 對… 我回到學術學院 我遲點回來後補 即是你已經在中午之前 已經… 兩邊都在讀 對… 會考前已經報了名 報了名去廚藝學院 那也都決定了 適時考了有多少分 那我也會首選去廚藝學院 嘩… 聊到這裡 突然看到有東西吃 來吧 嘩… 這個… 是鮑魚 是很多人都很喜歡吃的鮑魚 嘩…很特別啊 這個設計 是一個塔的照片 其實來遠網 我剛才以為是… 朱古力塔 好… Jason介紹一下 好… 這個是… 這間餐廳 重新裝修之後 唯一這間餐廳特別設計的菜式 這間餐廳叫金田乾包酥 是 我想大家都吃得很多 那怎樣可以在鮑魚酥的根基下面 怎樣再去提升另一個層次呢 那最後就選用了50頭的南非乾包 去燜製做 那為什麼會用乾包呢 最主要是乾包和普通鮑魚 或者新鮮鮑魚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就是乾包會越照越有味道 走出來 那你會慢慢吃到 吃完這個鮑魚酥之後 你會感覺到那個後味 是 這個鮑魚一咬就已經融化了 很棒 一底也有食物 有些药頭菌 有些雞鼻菇 增加了鮑魚酥的口感 很豐富這個口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大人小朋友 去到老人家都適合吃的 會惨 builder 很好 你会 painful